歌手曹哥早前在一场音乐聚会上 因为酒后失态 又跟朋友发生了肢体冲突 造成太太无法忍受 传出已经带小孩分居 深一七日之后 曹哥这天终于召开了记者会 一现身他就先向大家致歉 同时也提出了 道歉 感恩 承诺的三大承诺 首先先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已经过了快七天 今天才正式的出来 跟大家见面跟说话 因为在这七天里面 其实我需要冷静的 一个人的 好好的去想 我的人生 接下来要怎么走 有些决定 在这七天里面 要去做一些选择 那我今天很确定了 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有了很确定的答案 所以才跟我的经纪人说 我要约媒体朋友们出来 然后我可以准备跟你们面对了 所以抱歉 等了七天 谢谢 大家会看到 座上有三杯酒 开玩笑的 三杯茶 今天以茶代酒 第一杯 听得到吗 我这样讲话 OK 你快站起来 第一杯 我现在跟 所有社会 媒体朋友 然后造成这个不必要的 麻烦的 跟大家道歉 第二杯 第二杯 是要给 所有一路以来 支持 Gary 曹格的朋友 没有放弃过 一直都还为我加油 相信我还是能够做得更好的朋友们 这一杯是给他们的 最后一杯 以茶代酒 这一杯 给我父母 我家人 我太太 我小孩 还有 还有 跟我有同样的问题的人 这一杯 也是为了我自己 喝完这一杯 我正式宣布 戒酒 一辈子 也不会再碰酒 至于经纪人公司方面 对曹格都可谓是力挺到底 经纪人于盗窃会上还发表出声明 首先描述了当天的情况 更表示会支持曹格 重新做人 第一点 当晚就是他邀请青铜好友 共同支持自己 Sensation乐手演出的音乐聚会 曹格为表新意 购买当天约50张座位票券 请好友一起历临欣赏 并与官方脸书 邀请自己的歌迷到场 共同支持 第二点 由于当晚和曹格互动的 都是长期与他密切合作的工作伙伴 所以如果有任何语言上 或者肢体上的不当行为 曹格绝无恶意 并为当晚打扰到现场观众的部分 深感歉意 对于支持他的歌迷造成困扰 以及引起媒体社会关切 在此也一并道歉 我在此代表公司所有相关股东 合作伙伴及公司同事 依然全力支持曹格 我们都还是认为 他在接下来的音乐事业上 会有优越的成绩表现 我们相信他 谢谢大家 有时候曹格这次酒后失态 与老婆的关系转差有关 但是Gary就没有正面地 回应这个问题了 其实我觉得夫妻本来就 会有时候会有狗角这样子 那我跟他的感情 目前就是我们两个人 有就是会自己去处理 毕竟都是大人的 所以谢谢你的关系 几年前Gary曾经在香港喝醉 并且与好友侧田打了起来 当时的道歉会Gary也宣称 不会再喝酒的 有记者质疑Gary说借酒的决心 Gary就语重心长地展示决心了 当时在09年在香港 我跟他道歉我的承诺是接酒一年 我有达到这个承诺 我以为在那一年过后 我的病已治好了 不会再有问题了 看来还没治好 那我刚才说 跟我一样有同样问题的朋友 我相信在社会上 跟我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朋友 应该也存在 所以我今天说 曹格要戒酒 如果曹格做得到 我相信那个人也做得到 如果我做不到就继续做 做到可以成功为止啊 我相信一个人只要你决心是真的有了 想得很清楚了 那就去做了 中间可能会跌跌撞撞啊 还是要站起来继续走 可是我很有决心 我会做得到 谢谢 决定戒酒其实 当然是为了自己 是什么东西让我那么突然 那么有决心就说 戒 然后就打开就说戒了 我女儿跟我说 爸爸 我不喜欢你喝啤酒了 就这一句话 我就戒了 所以 我只希望 我只希望 家人不要被 对我所做的事情受到伤害 已经受到伤害了 所以我希望 接下来的这个路 就让我好好地去 去弥补 还有 让我 好好地去改 好了 感谢观看